第18題將電壓為三伏特的電池連接一燈泡 此時通過燈泡的電流強度為1安培 電池恰可連續放電一個小時 不考慮電池和導線的熱效應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曉得電流安培 所謂電流是I等於T分之Q 也就是如果一秒鐘通過一庫輪 那我們電流叫做1安培 所以現在電流1安培就表示1秒鐘 會通過的電量叫做1庫輪 那麼現在放電一個小時 那麼1小時有60分鐘 1分鐘有60秒 所以這樣乘出來呢 它總共呢通過了3600庫輪 所以選項A說放電三庫輪呢是錯的 那麼再來 我們這個東西叫做1安培 然後呢我們它接了一個燈泡 所以它燈泡的電壓就是所謂的三伏特 根據呢P等於IV 所以呢我們有1安培 我們有3伏特所以我們就是3瓦 3瓦就是說1秒鐘會有3焦耳 1秒鐘會有3焦耳1個小時 然後1個小時會有60 10分1分鐘有60秒 那所以就3乘以3600 所以是10800 焦耳的能量 所以選項株說180焦耳的也是錯的 那麼所謂的度就是千瓦小時 那我看到3瓦 3瓦是千分之三千瓦 那麼一個小時所以出來是0.003度電 所以選項C說三處電呢這個也是錯的 那麼根據我們的公式那麼V等於IR 那麼我們有3伏特 我們有1安培 所以我們電阻呢就是3歐姆 所以呢這個燈泡電阻3歐姆 所以選項B呢是對的 因此第18題問我們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擇是B 燈泡的電阻為3歐姆